您已进入美好年华研习社 最好玩的动力火车苏打酒赞助播出 请林默前往面试间面试 请林默前往面试间面试 加油 加油弟弟 他很坦然 IRBOX 二少 这是我的简介 请坐 哇哦 这个简历 就是你的这个简历 姓名林默 身高个十百千万 身高不到两米 我们真的 看不太懂 师傅 给大家造成困扰了 可以给我们翻译一下你的简历吗 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画这种小人 然后我就画了很多个他的分身 然后分身当中其实就是有一些兄弟姊妹 这些就是假的 然后就这个是真的 然后这些人物呢 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真实的含义吧 可能就是代表我多元化吧 老师们好 我叫张婉清 今年27岁 现在是一名歌手演员 您这个简历确实很特别啊 因为以前画黑板报嘛 所以这个就是按那个黑板报的形式画 您为什么做这样一份简历呢 我之前没有递过简历 我不知道简历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简历是什么样的 我就写了一个姓名 写了一个堂堂正正风风火火 底下写的钟永仁义 是我的偶像 帕姆兰 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 我是这样评价他的 也希望说我自己能够这样 很酷 很迷人 很棒 问一个可能稍稍有点尖锐的问题 您觉得自己糊吗 我觉得我自己什么 糊 就是不火 你感觉你火过吗 我 火 火过 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觉得 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 有点糊了呢 有点什么 糊了 糊了 不不不 我一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给大家介绍 我是个过期歌手 就是 就红了两年 我是95年出道 96年特别红 97年过期了 那我问一下三位老师 您对我还喜欢吗 汗都出来了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你 谢谢老师 今天见到真身感觉更好了 谢谢老师 就是保养得很好 我感觉 老师你给我提的问题特别少 因为我心也很小 你问题提的少吧 我就觉得你不喜欢我 没有 因为我们都有分 那你能分享一下 你现在退居二线的感受吗 退居二线 其实也没有退居二线 就是断断续续 还是在做主持人这件事 对 还是在做主持人这件事 但是 你比方说看到韩哥 或者看到佩佩 他们在更大的舞台上 在展现自我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还真的非常开心 有时候我觉得 没那么早出名 还真是一件好事 因为当时的世界观 没有就是看了那么 没有那么清楚 很容易就是被 被 别人带坏 就是我觉得可能在那段时间 我沉寂了或者说是 发现了自己很多不足 或者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需要的 如果是没有清楚地 认识到自我的话 是有更大的风险性在里面 我觉得有时候 我也一直都在演一个不一样的我 因为大家对我的期望和期待都是 这一切都是假的 虽然美好 但是转瞬即逝 我还算比较清醒的 我觉得我的人生像是一套列车 它一直在往前开 停下来 上来的乘客下去的乘客 上来的乘客下去的乘客 他们会上车也一定会下车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 在跟自己讲 也在跟我的朋友们讲 说为什么要留作品 为什么要靠实力说话 这些高人气 你是什么样的流量 你是什么样的粉丝庞大的基础 都是烟花 你自己这儿得有东西 这儿得有东西 我希望我有一天 我也能合作到 我所有爱的那些导演的戏 无论是演什么或者是怎样 我当个前景 我都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我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那个 就是所谓娱乐圈里面的人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就我就是个做舞台 然后想做音乐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您说一说 这个节目组招您的理由是什么 有这么多年轻人 我们选你的理由是什么 我有双找到美好的眼睛 有才 青春 喜欢冒险 有无常事 我是一名鼓手 也是一名音乐人 我会鼓针 活跃气氛 我最近当美女 我觉得我的大胆 可以给节目带来更多的花样 我不是射牛 我是有点就是牛杂症那种感觉 就是出于一个就是牛跟不太牛的那个界限之中 性格的话会比较那种合适老的性格吧 就金牌调节 你是INFP人格 对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最不受诱惑的一类人 他们有自己的思考 只要我的理由 我带大家一起开黑 需要你的理由 够老呗 在老人家里边还算是比较有王感的 人群当中如果比聪明程度的话 也许汪寒是第二 那我呢 咱们也弄个病例第二 他们代表的是00后的一分亮丽 那我代表的是70后的一分亮丽 两个年代的美好 在一个 这里面 相互之间的传承吧 18岁其实是刚刚参加完高考 今年高考难不难 非常非常非常 时尚最难的一次吗 对 我叫马启悦 然后来自山东济南 擅长武术 有媒体评价你是这个国婚少年 你怎么理解这个 什么少年算不上班 但是可能就是偏向于了解这类的东西 接触多 那你在这次的团队当中 你给自己预设的一个团队角色是什么样 我觉得就给大家打打下手吧 就可能帮大家搬个椅子 搬个桌子 递个水什么的 你的杯子 北翠的翠怎么写 我们考场应该严肃一点 你换一个鞋位 和田玉 就是给你翻一下 幸好我有这个刀 觉得就是辅助大家 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 我呢是叫邱雅敏 我来自四川滋养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 是从山里面走出来的 然后呢江湖人称海蜡 我是一个疯狂的植物爱好者 我很会种植植物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都可以在种植物 并且可以获得成功 那么您说一说 这个节目组 招您的理由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段子手 我觉得这是一段 天性比较幽默 这也是我老公找我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我长得又黑又胖 又矮巴又多 而是我使他快乐 所以走到今天 你觉得这个过程中间有什么 特别美好的时光 或者是某一个片段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脑海里突然想起来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是我救了两只流浪猫 我感觉我对了一个小生命负责 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觉得他太可爱太美好了 我的一首歌被最终幻想 《十四》被选为主题曲 然后当时我是非常激动 在美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戏剧节的作品 是《聊斋》 展现了一个比较贴近现代的 一个聊斋的故事 让美国人了解咱们中国的一些团契故事 只有一件就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完成了一个体育解说员的大满贯 三届世界杯三届奥运会的这个现场解说 都经历过的 帕法雷尔如果说他没有 不能不说他是挽救了巴西队的话 他至少保住了巴西队一线希望 对像片魔术一样 伟大的意大利的左侯位 马尔蒂蒂今天生日快乐 卡布利吉马尔蒂蒂在这一颗灵魂肤体 才代表了意大利足球 悠久的历史的传统 在这一颗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不是一个人 三十岁就解除了世界杯的决赛 好像在行业里边 没有比我更年轻的了 那个时候 可能整个行业的这个氛围 一切都是新的 包括我也是一个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全新的一种表达方式 还感谢那个时代吧 我是经历过美好年华的人 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叫做《越测越开心》 然后那个是我职业生涯当中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最快乐的新拨音环节 微微 请说话呀 微信真子棒 当中的人有寒歌 有陪佩 当时大家都很年轻 都很有想法 当时我们很多很多的创意 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有所体现 所以很有成就感 那段时间很快乐 然后这一次 因为《美好年华》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三个人又重新聚在一起 因为我跟张欣佩已经有十年没有合作了 我跟马可也有十年没有合作了 我做这个节目唯一的目的 就是我们三个人还能够在一起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好像是当年的《美好年华》又回来了 我插一下 等我看你背着吉他上来 是今天要给我们表演个什么吗 我在之前做了一段时间方言音乐 但是几位老师应该不是厂商人吧 我是 您是厂商人 好的 没问题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没问题的时候 长所也很小 好多地方落尺子 都是你胖地 我们的手符 可吵着酒瓶 我们来一起吹哼 一二三 我们是磨刀人 你你你也是人生 你你 他是彼是个 我我我我我 我是跑跑狗 一二三我是磨刀人 对 差不多就这个 就这个意思 来 机展的意思 好厉害 我想总会有一天 大家在团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之前 所喜欢的本土文化 全国乃至全球的朋友 其实都是感兴趣的 因为它是那么的不一样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得需要有一个人 再继续坚持 对 我想那个人可能是我吧 对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 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把有传承价值的 变得有传播价值 我想在湖南长沙 建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 这是我在50岁之前 我最想达成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座单位的家乡话 你们有可能自己不会说了 未来你们的孩子 更不会说了 我的儿子就不会说长沙话了 因为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 学校也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 那他的下一代 很有可能长沙话就没了 但是500年以后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建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 有一个小孩进到博物馆 他可以听到 他的祖先 用那样的语音语调 来描述当时的世界 当时的美好 他如果那时候感动了 掉下来了一颗眼泪 那就是肚母 我就为了那个眼泪 我要做 所以这个是我未来 最大的一个心愿 就是在湖南 建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 我的频道呢 从2018年做到现在 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 四年 这个时间算长还是算短 对你来说 我认为在自媒体这个领域 四年算是比较长的 因为自媒体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很多人其实在刚开始的几个月 可能就坚持不下去 放弃了 因为自媒体我觉得 是一个量的堆叠 今天是一期汉服食物 对比韩服食物的一期视频 你要坚定 你的内容一定有一天 会有自己的受众 你才能坚持坐下来 因为我做园艺 做了十四年时间 拍照啊 写文章啊 拍短视频啊 来讲述植物 中间有包括到花园被拆掉 我的基地全面被水淹 植物全部死光 一次从来 损失一百万位单位 都非常大 两周东部呢 会有大雨到暴雨 另外要提醒在广南发生 在主管的一个连续暴雨之后呢 我们的一个花园 现在也开始被淹掉了 已经迷着香 已经被全部的淹掉了 甚至还有一片种出来 全部开满了花 就是卖不掉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 当然我觉得就是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我觉得这是人性的非常美好的拓子 向万物学习汲取它的乐观 汲取它的美好的东西 我是海妈 我现在在消费我的南宁华 它有一种最低头不胜的娇羞 春光里面就是浪里根浪里根 缓解焦虑 自愈自己 且能丰饮人生的事情并不多 养花是其中之一 就是刚刚介绍到您疯狂地喜欢植物的时候 我老在那里闪过了一个人 是林黛玉 我跟他不一样 而林黛玉 他去伤怀这个花凋零 在我的眼里面 凋零是为了积蓄能量再开 例如说我们很多的话 冬季要休眠 它的叶片会由绿变黄 然后变红 然后凋零 那经过我的观察 是所有的凋零 都是为了更好的春天 我跟我老公私下 在开车的时候谈论 说我要做植物代言人 他首先想到的是 代言人一定是漂亮的 我说不是这样的 我说我说的是代言人 是因为这本话不能讲话 我可以讲话 我可以讲出他的美好 他应该怎么种 他应该摆在哪里 他个人可以带来什么 因为我说我很敏感 我很能够理解植物 植物也能够很理解我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 能够坚持下来的根本原因 现在这个互联网自媒体 在冲击着这个传统的电视 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传媒人 您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 传媒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无论这个传媒的方式 技术手段怎么改变 传媒的核心价值 应该还是不变的 让大家在生活当中 能够更多地看见美好 然后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那您觉得这个节目 会呈现一个什么作品出来 我觉得会跟传统文化有关系 一个是每一个人身上的 浓缩的那些精华 碰撞在一起 在根据中国那么长时间 沉淀下来的文化 气氛 知识 把那些以前古人的和现代人的 融合在一起 做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通过一些不同的媒体的方式 去展现出来 把这些故事带到各年龄层面的人 让他们也去感受到这份美好年华 谢谢您 我们面试结束了 谢谢老师 很高兴认识你 谢谢 幸亏 我很喜欢他特别认真的对待了这件事 是 内心很细腻 因为这种内心事业的丰富 才让他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讲到创作的时候 那个眼睛都亮了 我觉得创作是每一分钟的事情 我很快乐 建伟 你开心的是从头到尾 充分目光交流 内心很阳光的人才会这样 阿宇还让我觉得蛮意外 对 我开始得到的信息 可能他是一个比较酷的艺术家 他会懂得说 我处理事情要先处理情绪 我觉得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就是放下情绪理性地去沟通 他其实和安宇 就是性格是比较爱好和平 然后和适老这种性格 他是演了什么来着 陈乔年 没有机会让他翻个跟头 好可惜哦 个人记得起的是翻跟头 整个这个简历设计也很用心 就是面试官能看懂的 然后又能呈现出自己的喜好 这两个女生都是那种外表甜美 然后是听到女生一叨叨的 但是就是其实性格上是非常坚韧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有棱角的妹子 她很放松 我觉得她是我们今天下午见的里面 最放松 相当放松的 她也沉浸在她那个角色里面来 感觉她讲话也比较像行动 什么都比较像古人 她很有趣 就是你还能听她讲一个小时 我很会接梗 就是装美 反正就 公司里要有这样的员工 节目里要有这样的嘉宾 大概就是一个基本盘的保证 吃饭一桌菜 她一定要有一道硬菜 她就很典型的绿色特质的 和平主义的那种 所以团队里面需要这样的人 又很老虎型控制的 然后像她这种就是粘合连接 然后让大家心平气和地来看一些事情 她适应环境 能适应任何人 也能严好任何人 上海人拎得清嘛 对 就边界是很清楚的 也25岁了呀 就好想问有没有女朋友 横家的年纪了 她很乖很听话 对 遇到一个很tuff的人 她可能会退缩 她跟黄建祥搭和戴军搭 她表现会完全不同 是 她跟其他前面嘉宾都不一样 比如说最后悔的事情 她没有回答 对 但她以前不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太值得后悔的事情 我觉得节目需要她 需要一个怪人 卡妈在治愈很多人 我说她怪就是稀缺 对 这样的人太少 就是所有候选人当中 她是唯一的一个 平均分配眼神的 对 这个马可应该是这个节目主角 我觉得 因为喜欢这样聊天的方式 是 她发挥的 她发挥着超长 我觉得她很像诗人 很像诗人 很儒雅 像那个那种温润的一块玉 团队里面需要这样的人 我寒我都感觉还是有一点 神仙看烦人的感觉 对 如果要她来对话的话 她愿意跟她尊敬的人 她可能就会更聊得开 请迎探前往面试间面试 请迎探前往面试间面试 请迎探前往面试 请迎探前往面试间面试 请迎探前往面试间面试 怎么样面试 她就是问了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 她就是 就说你 你 你这个人长得这么帅 到底是什么感受 好烦 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真的 你看这年轻人 到脸就睡 拿向我们了 先拍张照 嗯 好不好 银胎 银胎 喂喂 这是个话筒啊 哎对 哦 嗯 哎呀 醒醒醒醒醒醒醒啊 面试了面试了啊 好了好了 啊 银胎看起来面试就面试 她已经面试完了 来来面试完啊 面试完了啊 哈喽 哇 嗨 嗨 请你坐下自我介绍吧 我现在给你十秒钟 再不说话 我就只能请你回家等通知了 你们就只要欺负我的小月鸡 人家眼泪都吓出来了 她只是今天来探班的 不要烤她 我把她带着 今天二十二点美好年华研习舍 今天二十二点美好年华研习舍 今天二十二点美好年华研习舍